吃不完的椰子不要丢了 买椰子记得买老一点 像我这样太年轻了 剥都不好剥 撬出来的椰子果肉小去硬皮 我整整花了三个小时才弄好 用水清洗一下 不要花太久 要不油脂会得洗掉 把果肉切丁 倒入祖传的石墨中 接下来就是不停的抹啊 抹啊 抹好的椰姜用纱布过滤 用力得及 我真的是一点都不舍得拉肚 剩下纱布里包裹的部分就是椰龙啦 椰龙可以晒 也可以像我一样放进烤箱烤 过滤好的椰姜 放上一个网上沉淀凝固 捞起表面凝结的部分 放进锅里 开中火慢慢熬 熬着熬着会越来越清澈 大家可千万不要学我一定要用不粘锅 没办法老拽换一个锅 同样的中小火慢慢熬 有没有觉得特别像在熬猪油 把油渣的部分过滤掉 里面还是有杂质 所以我们要再过滤一遍 这样清澈浓浓浓椰香的椰子油 锁好了 唇膏刚好用完了 用椰子油来做一点 20克的椰子油 10克的风辣 无微放凉挤入两克的围衣 趁热倒进模具里 尝尝空的口红管 椰子油的用处真的很多 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用来吃 平时用来炸个鸡蛋 真的贼香 重点是热量爱地 蛋香和椰香真的是绝配 椰子油的保湿度也是真的好 像这样做上一次 我能用上大半年 快 做给你爱的人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